先继续来看的是 高通报 公路总局营允100空2年的 村子文书家园 对理会八合到十八合 中共11天实施到台湾赫行 公共文书一路通的高通文书家园 获得用路人多多车就开车 营允村子旗间所作成的 高通车车问题 高通报 公路总局23号 只要开车车会 保佑民众在村子旗间 全翁各风景游乐区 尽量坐台湾赫行 要自己开车 经济翁年经验 该地区在村子旗间 最高车车的所在地 阿里山公路89公里 阿里山松南游乐区 以及管道 169山17公里本级豪路段 英翁九山全翁新港 方平共路段 公路总局好的民众 在村子旗旗间 想要出办优胜的民众 请尽量利用台湾赫行 亚车是做好出门前的路线 整个路线 抬起搭车路段 以着性出门 油赏的補贵时间 春节输运是从星期五 八号的时候开始 一年九天来做输运 那输运的特质 因为嘉义是刚好借铃 在台中部跟南部的交螂 所以会有非常多离风 尖风的旅客南部 南来 所以会造成南下的车流有很大 所以我们会在嘉义 这个重要的省道街线道 还有国道地方去配置 一些交通引导的标志 改道的标志 以及交通指引的人员 在那个地方做适当指引 阿里山苏南娱乐区 在春节期间 总是造成严重的车车问题 公路总局公共民众 想要政公阿里山的民众 可以把车停在33k 入到保地团 坐台中温宿就算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呼吁 去阿里山游玩的这些旅客 希望他能够在33k的地方 就是牛丑这地方 来搭街坡的公车 购买这个森林游乐区的 入圆票 那目前林游戏森林游乐区 它的总量管制 一天只有开放6000个名额 所以西富裔旅客 过了五虎寮桥 就在这地方来去购票 然后搭乘这个公共的旅具上去 会比较安全 另外该官公车处 中的在春节期间加开车量 配合铁路和客温 实施机动加班 一般做宣传民众含路由 林导的输求 民众如果是想要够了解 该地区存在路由漏空 其中 公罗总局 广阵查寸 这位新闻中的冰 翁秀 山崎齐 彩虹 伯德